大家好 今集想跟大家說一聲 如果你有經過連堂口岸 也知道連堂口岸的商業城 或者口岸出來的商業區域是很旺的 不過可能沒有經過旁邊的南庭國際 又或者你是不太知道南庭國際到底現時最新情況是怎樣 今集的內容想讓你知道 原來連堂口岸過去的一年多搶了羅湖口岸不少的客員 很多人都喜歡經連堂口岸這邊過關 順便回去的時候又買些東西等等 所以連堂口岸那邊的生意是相當好的 之前我也說過 南庭國際本身這個商場是打造得比連堂口岸那邊更漂亮 不過它的招商出了問題 非常慢 很多的店舖都還沒開 但是這個是去年去到今年初的事 而事實上現在它已經不同了 所以今集就想讓大家知道 這個南庭國際的最新情況到底是怎樣的 原來當連堂口岸那邊的商業城搶了不少羅湖商業城的客員之後 南庭國際又再分一杯斤 密密地搶了連堂口岸那邊的客員 我個人感覺最新一次在這個連堂口岸過關的時候 我進去南庭國際和一定要必經的連堂口岸那邊看 我覺得現時南庭國際某些商店等等 還旺過這個連堂口岸那邊的 一件事不知道你認不認同 我個人就覺得南庭國際那邊一些 餐飲方面的店舖 整體都是比起連堂口岸的位置那些餐飲店是吸引的 至少不是全部都是簡餐快餐的感覺 不過譬如買燒肉等等這些選擇 就肯定是連堂口岸那邊有成的 無論如何都好 今集主要想讓大家看看連堂口岸 還有這個南庭國際最新情況 當然南庭國際就是一個主角 現在畫面看到的其實只是一個朝早的狀況 十點多鐘 人多是很正常的 不過尾段那邊會讓大家看看 真真正正去到晚上可能七點多鐘八點鐘的時間 這兩個商場的比較到底是怎樣 我們現在馬上去片吧 大灣區自住投資哪裡好 找自家兄弟幫忙 無論是市場熱話熱賣靚盤獨家折扣 我們都第一時間通知你 自家大灣區VIP看樓安排 專車接送為你服務 快點來我們展銷廳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 灣區首選自家兄弟 現在6月底6月26號 現在是10點鐘左右 連堂口岸情況 這是第一次在連堂口岸看到旅行團 剛才前方過關這個位置很熱的 冷氣很不足夠 甚至乎有可能沒有冷氣 現在大概10點15分左右 這裡就是連堂口岸的情況 我今天就先過來去一件淘寶產品 拍了這個影片大概是6月底左右 如果對比上個星期的羅湖商業城那邊 店舖的確是比較旺 一會再拍一拍吧 我們這次由這一邊開始看一下 這間是大清糖水老婆 現在大概10點半了 不太多人 這邊有一個是給薑水的人 坦白說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吐露手法 他就說這些是沒收回來的香水 平價出售 但是有沒有人是遇過 或者遇過真的買過 又或者呢 到底這一位是純粹 真的買香水賺少許錢 還是有機會有差 就是有一些可能騙局成份 我也不清楚 因為之後我就走開了 也是剛好聽到他不斷漏人買 我才不斷漏人拍到他的背影 為免大家頭暈呢 我盡量走慢一點 月皎王這裡的樓 25個拍 口岸都是貴的 10點半來說就明顯地 羅湖商業城要人多一點 10點半 始終經連堂口岸過關的人不少 而且過關之後一定會經商場的位置 所以這裡往是可以理解的 我之前問過很多人 羅湖商業城那邊已經很少進去 一來可能不覺得東西特別划算 或者餐廳算是特別好吃等等 而且一過去之後 通常人們就直接下去地鐵 所以完全不用經羅湖商業城 在那個行程上都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經開的話 可能有少少東西上去買 或者那邊順便吃個早餐之類的 然後這間海里香港餐餐廳呢 現在都八成九成了 雖然不算說好逼 好厲害 現在走出去關口著他們 先去關口著他們 全中人都排完了 這個位置就不算很多人的 剛才旁邊的那些吃東西的那些就比較多人的 我現在就走去這條巷 轉出來 二記雲餃那邊看看 我腿鮮肉醉 15元一部 比較貴的15元一部 不過如果好吃的話都OK的 我腿鮮肉醉 攪黃和易雲餃一樣 擔心 超早又不少人吃好餐 應該就是回去的時間多 牛肉果條湯 台山紅 燒肉店不是太多人幫忙 前面有長髮鋼式清湯牛腩牛雜粉 裡面吃早餐比例上有些店舖是多少 五指模圖雞 原味泥菊雞 分別八十八九十八 水晶雞一一九 江南酥出名要秤多些給你們 現在很多人 上去二樓看看 多南酥 未算很多客人 一般人們買東西是回來才買多 五指小麵 二十多元一碗 酸菜牛肉 這間是二樓 二樓 圍住二樓的中式菜二樓 也有鮮菜魚和牛肉果果 現在是二樓 來自家三樓 這是四十五個 這是四十六塊 這間是四十六塊 這才五十四塊 只有四十六塊 這才五十四塊 十點多鐘的連塘口岸 我們約莫看到這裡 也知道它比十點多鐘的羅湖口岸 商業城那邊 是旺很多的 你看人流 因為始終這個簡直是關口位 等於人在關口出出入入 那麼多少人的消費呢 很難計算 但是看到店舖 整體的情況就不差 現在在國南租很多人 多人過綠口餅那家 好像買早餐一樣 買包 現在正式離開這裡 接下來我們要接回片頭的時候 剛剛到蘭亭國際的時候的畫面 明顯地早上十點多鐘 蘭亭國際這邊的整體框街人流 比起剛才口岸那邊少了一大節 當時是六月底的影片 六月底 早上十點多鐘 過到蘭亭國際 明顯地看到 無論是餐廳或其他店舖 人流並不算得上是多的 亦都算是反映了 那些人在連鋪口出來之後 就可能直接下地鐵 或者其他地方要去 就並沒有過來隔離的商場 去吃東西等等 不過也有可能很多人認為 他仍然有很多店舖還沒開 所以都不願意過來 不過 一會我給大家看回七月底的影片 我在過關前再經這個蘭亭國際 但情況已經是完全不一樣了 最便宜是19元一本 那是挺便宜的 20元一本就有了 有位置 不用好像如是云交錯都不得 這間螞蟻經常都見 而且價錢是很便宜的 大家也會記住 這個螞蟻牌子的衣服 現在是雷是 豪鬚 蘭亭國際給我的感覺 就跟我去年大概三月底的時候 經這個連鋪案過關 我當時覺得連鋪口案什麼都沒有 吃東西的店舖都沒有 我想吃個午餐在那裡都找不到 當時的茶餐廳還沒開 那我評價就是 雖然連鋪口案是過關挺舒服 但是一過關後找不到東西吃都挺嚴重的 誰知道呢 若干時間之後 連鋪口案發生了什麼變化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的了 而同樣的發展似乎又會出現在這個蘭亭國際身上 終於到這個蘭亭的商場 好旺了 臘鋪口案她們分流了 寒暗口岸那邊 這間大牛潮山之前也好像是沒有的 好似是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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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早 人們回到前面 去吃 現在這邊也很旺 旺得很緊 但這間順德雙皮奶也不算很好生意 這一點我都不太明白 是否因為連堂口運那間同一個品牌的順德雙皮奶的口碑太差 對上一次我記得我拍攝到 是整間順德雙皮奶坐滿了人 連堂口運那間 但是蘭亭國際這間 一直以來都是小客 新港式號碑 提香荒 這間也是新的 好 阿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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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常看的 我只是看著你 你不怕 剛剛經過這裡回去 經過這裡回去 雖然剛才大家應該都聽得很清楚 有觀眾認得我 大大聲跟我打招呼 我關了機器和他們聊了幾句 我看到這一類型的店舖 其實都是新開的 而且好像我拍到這張照片 這間包都挺漂亮 雖然我剛才沒有買到 如果有機會 之後回到香港的時候 都可以買來試 趙基全城中國甜品生意比較好 順德雙皮奶就沒那麼多客人 到底是否因為趙基全城的價錢吸引很多 或者是好吃很多 試過朋友可以說說 不過我猜應該也是趙基全城好吃一點 因為我試過老口 那間的順德雙皮奶是一般的 看完七月底的時候 這個難停國際夜晚的情況 我們去隔壁 看看連堂口岸的商業城的情況 又是怎樣 多藍蘇仍然很多人排隊 我們看看旁邊是遠機 跟之前的隊伍已經差了很遠 即場吃的是有 但是排隊沒什麼 現在不是這麼大生育 這個月晚 前面的位機是很便宜的 我第一次見 南平那邊是沃沃 其實生意好不好呢 你看看店鋪的實際情況 裡面客人多不多就會知道 我覺得是第一次 在晚上過關的時候 進入兩邊 我覺得南平國際整體的人流 還有消費入座等等的情況 是比連堂口岸更厲害的 不知道未來這個情況 會不會繼續持續下去 因為始終南平國際那邊 整體一些引入的店鋪的選擇性 我覺得是多過連堂口岸這邊 如果真的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會覺得就是 連堂口岸搶了羅湖商業城的客人 而今時今日 南平國際又開始搶回連堂口岸這邊的客人 沒錯 一個競爭永遠都是這樣的 大家互相搶來搶去 會不會有永遠的贏家 又真的未必有 視乎你自己的服務 你的價錢等等 是否吸引到客人 作為消費者 想的很簡單 沒有所謂的忠實粉絲 一定要光顧某個商場 總之某個商場 某個店鋪 或者整體經營的組合上 是吸引到我 我就去那邊買 其實現時來說 在關口這一帶 東西還是偏貴 進去近市區位一點點 但是如果將來 有部分的店鋪 可能定價方面 是更加吸引的 那又會引到我們去買 或者消費 當然我們不希望 口岸像以前 羅湖商業城 就是一個黑暗的時期 很多賣的東西可能是假的 又或者是一些 有欺騙成份的東西 我也試過 如果大家都有以前 在羅湖商業城 試過買到一些假的東西 騙人的東西 都可以分享一下 十幾年前 回到內地 特別是口岸買東西 很容易中伏 今時今日 應該很少這些情況 也不希望再發生 今集的分享來到這裡 再觀察一下 未來這幾個月 難停國際 會不會繼續搶到更加多的生意 我是自家兄弟阿湯 下條影片再見 趁著這個開關的日子 你又會不會上灣區這一邊 看漂亮的樓 自家兄弟提供VIP看樓安排 沒想到想在哪裡看樓和買樓 上自家兄弟幫你研究 一樣可以找我們 還會和你分析樓盤優缺點 看看是否適合你的需要 跟自家兄弟在灣區置業 還有無常售後服務跟到尾 快點來我們展銷廳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 灣區售算自家兄弟 如果還未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